本来打算坐一趟没有终点的高铁离开 却没有想到列车启动了之后 还能够看到老板娘 我不停地用手势去笔画 后来我想到了用手机去告诉她 我在下一站等她 但是真的很不巧 手机也关机了 套了套口袋 身上没有一分钱的现金 只能登在这里 等着老板娘的到来 在哪 老板娘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等了好久 你等我干什么呀 工作不是给你结清了吗 还来纠缠我 你店突然转让了 你人也消失了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因为你 我店台没了 不是我 你闭嘴 我不想再跟你讲一句话 咱咱等着 我给你买票 不不 你还听我讲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这是什么爆发戏 票给你 一个小时钟放大 你等一下 又怎么了 我手机关机了 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吧 有什么事 咱们一起解决不可以吗 我陪着你呢 什么都不用怕 都给你 我不要再联系了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要对我 原来在她的心里 真的是一个色把心啊 可是我本就不敢来找她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抱歉 对你说了狠话 但我是真的不想留意你 希望你以后 过得开心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